前两天足鞋杯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然后在决赛中众多裹脚的表现 也牵动着球迷的心 毕竟马上国足即将在12强赛中对阵强敌日本队了 比赛中唯一的失球就源于海港队门将 严俊林的击球失误 导致贾德松的世界波破门 国足首发门将位置也出现了讨论 很可能王大雷会替代严俊林的位置 而后卫线上 之前入选国足后来中途家中有失退出的政争 本赛季在泰山队表现也有目共睹 决赛中一脚刃一球打在横梁上 才有了贾德松的破门 作为李肖鹏的得意就将 政争完全可以在国足后防线上占有一席之地 就是需要他尽快调整体能状况 这是困扰海港泰山两队裹脚的最大问题 如果李磊在国外保持状态很好的话 很可能李肖鹏给他一个首发边后卫的机会 李磊的突破船中在联赛中同样很犀利 来回奔跑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顶替此前一步就被日本队员突破过去的王申超 此外一旦规划球员不能及时归队打12强赛 封线上很可能会启用广州队的韦氏豪搭配张玉宁 如今联赛中敢于突破又有一定速度的国内球员 可能也就是韦氏豪了 此前被李铁调整出队 相信李肖鹏会认真考虑用他的问题 如果他们组划球员的东西西西里面 Click the bell